ARJ-21机型是中国按照国际标准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 将于10月27日正式进驻湖北市场 记者10月25日在武汉天河机场看到 ARJ-21飞机机身比一般的支线客机要大 客舱座位采用左二右三布局 每拍座椅后均配备了USB充电插口 乘客坐下后腿到前拍椅子还有充裕的空间 体验感是完全可以与我们目前流行的波音空客系列上媲美的 它的舒适程度完全不亚于这些主流的钢权飞机 尤其是坐在前排它的进行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放动机动力特别十足 起飞时你有明显感觉到有的推背感 它的设计之处就考虑到安全 尤其是旅客的乘坐舒适度 体验感上它是特别重视的 针对ARJ-21的正式入驻 南航已坐好全面部署 第一架ARJ-21飞机于10月14日进驻武汉式运行 执行武汉至广州 汕头 重庆等航线 第二架将于10月27日进驻并正式运行 除原有航线外 增加武汉至呼和浩特 厦门 温州等航线 12月1日将进驻第三架 首先呢是服务国家中部崛起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重大一个安排 第二个呢是落实湖北省委省政府 扣获双手铸建设这样一个重大举措 最后一点第三点呢 也是我们大力落实支持国产民机项目的一个实际行动 南航湖北风公司总经理王刚介绍 作为湖北地区首个正式运营ARJ-21机型的基地航司 此举将丰富南航湖北风公司机队结构 形成宽体客机 中型客机 国产支线客机并驾齐驱的机队模式 在航班编排上更合理 丰富旅客多样化选择 广大旅客选择ARJ-21飞机呢 有这么几个约会 首先第一个是民航发展基金50元是可以免除的 第二个我们南航针对旅客选择武汉始发的航班 比如在10月27号 我们会给旅客丰发一个ARJ-21飞机的飞机模型 另外在10月27号到29号 如果是南航民族会员选择武汉始发的ARJ-21的航班的话 可以额外获得888里程的一个兑换 王刚介绍 南航计划到2025年5月底 逐步增加武汉本厂ARJ-21运力至5架 届时可开辟更多通航城市 辐射湖北省内及华中地区的支线运营航线 弥补干线航班以外的部分运行空白区域 构建中部地区一小时通行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